mice 学生同学们大家好 在上一章里面我们说了这个FS 这个文件系统模块 这节课里面我们接着上一章的知识点 来讲一下这个流的概念 那么讲流的概念之前我们现在画一个图 来说明一下 我们在这个文件里面一个个文件 它里面存储的是什么呢 有的是文本有的是那个视频有的是音频 还有其他文件什么图片之类的 那么这些文件它不一样 它底层的存储方式到底一不一样呢 它其实是一样的 那么底层到底是按照什么方式来存储的 它其实是按照一种字节码 字节码方式来存储的 什么叫做字节码就是一个个字节 而一个个字节它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用八位二用字组成的一个单位 这么一个单位 而这个文件不管什么文件 它都是以这样的单位来存储出来的 不管是你文本 视频音频 等等系列它都是以这样的字节 来组成一个文件的 只不过它可能不同文件 它最终编码方式不一样 它呈现出不同的效果了 而我们以前啊 用那个fs读取文件的时候 我们是把整个文件读到内存里面 我们以前提了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这个文件特别大的话 那么它对内存的消耗是特别多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想有没有这么这么一种方式呢 假设我们这是我们的内存啊 这是我们的内存 我们读起这个数据的时候 我们以前是一起把这个文件 全部读到内存中 那么这个文件这对内存的消耗是相对比较大的 那么有没有另外的方式呢 就是我读一段 在这种操作完了过后 我再读一段 我再操作 再读一段再操作 就是让这个字节码 在不断的不断的往这个 连续不断的往这个内存中啊 而输入进来 输入进来 那么这个 loads里面它提供了这段方式 这种方式我们叫什么呢 流 它就是什么呢 它就是这个字节码就像水流水一样啊 不断的往这个内存中流入进来 不断的往这个内存中流入进来 而这个字节码的这个流入的过程啊 我们叫做流 那么对这个字节码的操作 我们叫流操作 这就叫流 它就像管道一样 流水一样 这样很新鲜的一个一个 词汇啊 那么要明白什么是流了过后 这个流里面它也要分什么呢 读取流和写入流 就是它可以从文件上读取数据进来 这种过程叫读取流 那么它也可以从内存中把这个数据 写入到文件上 而这个过程叫什么呢 写入流 写入流 也就是说啊 现在我们如果文件过大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流的形式 让它远远不断的把这个文件 以字节码的形式 挨个挨个往这个内存上 读入进来 读入了一部分过后 我们再按这一部分 再写入了另外一个文件上面去 那么这样我们也同样可以实现什么呢 文件来拷贝 也可以同时实现文件来拷贝 这样既不好内存 对内存造成压力较小 而且还什么呢 还可以实现大文件复制 所以说流啊 它可以对我们这个大文件进行操作 它不像我们刚才读取的文件 是整个文件全部读到的类型中 那么说了这么多 这个流的概念过后 那么这个load.js 对流的支持 它又通过什么的API来我们看一下 好就这里啊 我们把这个API已经打开了 这个API里面 它这个里面分到什么 读取流和写入流 跟刚才我们那个 画图那个一样的 有读取流和写入流 这两种流里面 它分别提供了不同的事件 不同的方法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 读取流 读取流里面 它提供这么多事件 有什么 可读状态的事件 读取数据的事件 数据读完的事件 关闭的事件 错误的事件 等等这一系列的事件 它在不同的状态 它会触发不同的事件 所以说 我们要读取数据的时候 我们要按照不同的事件 来绑定 那么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数据 它下面还提供了一系列的方法 比如说读取文件 这个设置编码 因为为什么设置编码呢 因为我们读取过来的数据 它不一定就按照我们想要的那种 那种制服的呈现了 如果它编码是gpk 那么这里 我们读取文件的时候 就必须要指定gpk 如果它是UTF8 我们这里读取文件的时候 就必须要指定UTF8 当然它还有其他另外一系列的方法 什么继续读 暂停 管道 等等一系列很多方法 那么在写入这里 它有一系列方法 比如说写入数据 write方法 写入数据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 DRAN 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需要干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这个写入完成了过后 这个事件就会不出发 这个事件应该出发了过后 那我们就要干什么呢 我们就接着来读取这个数据 读完了过后 我们又调用什么呢 要读取流事件暂停了 要写入 所以说不断读不断写 不断读不断写 我们就可以实现文件的复制了 它这里面还有一些 另外的怎么按的方法 这个流结束 读完了过后 我们可把这个流关闭掉 按这个按的方法 当然它还有另外一些怎么 pip实件 finish实件 等等这一系列的实件 说了这么多 那么这两个 这两种流的类型 我们怎么得到它对应的实力 操作它呢 那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文件系统模块里面 它有两个方法 恰好能得到对应的 对应的读取流和写入流 文件系统模块 走到这里 我们可以翻到下面来 它这两个方法 一个是read create read string 还有一个什么 create write string 这么两个方法 它分别得到什么呢 read string和write string 这两个方法恰好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点一下 它恰好是这个 reliable string 它一个什么 一个子类 返回的是这么一个子类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返回的是什么呢 reliable string 这么一个对象 那么这么一个对象 它就是刚才我们那个流里面 就这里 这两个类 这两个类型的一个实力 所以说我们得到这两个实力过后 我们就可以对文件 什么读和写了 那么具体操作 我这里写好代码 写好注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码 应该怎么来操作 因为这里我们要弄到 fs这个文件系统模块 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 文件系统模块导入进来 我们看一下 我看一下 放开这个代码 看这个代码怎么来得到的 首先啊 我这个fs模块 创建一个读取流 读哪个文件呢 读这么一个文件 读这么一个文件 就是刚才我们上节课 你们收到那个a.txt这个文件 那么它会返回一个什么呢 返回一个读取流对象 那么在创建一个什么呢 写入流 我们要读要有写嘛 对不对 那么写入流对象 create write string 那么写入流的目标路径 这个文件是哪个呢 是这个demo路径 c.txt这个文件 它会返回一个什么呢 写入流对象 我们说这个读取数据的时候 它会触发这个data事件 所以说我们在读取流这个对象上 绑定一个什么呢 data事件 当它读到数据的时候 它触发这个事件 它会把这个数据 放到这个回调这个参数这里 所以说 我们这里可以用写入的流实件 马上把这个数据 写入到什么呢 写入到我们这个目标文件上面去 这个不断读 不断写 那么它就把这个文件 卡费过去了 当它读完了过后 这个事件 我们还还什么呢 还要绑定另外一个under事件 读完了过后 它会触发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呢 用到干嘛呢 这个事件我们可以用来 关闭这个写入流 就是没有数据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写入流关闭掉 那么这个 这个操作完了过后 我们看一下 它到底能不能复制我们的文件 我们下面这个 demo.c.txt 这个文件塞掉 以前演示过的 那么这里我们运行一下 好运行完成了 我们看一下这里 它确实多了一个c.txt 那么是不是呢 恰好是我们上节课说的 hello java verdon 这个a.txt 里面的内容 所以说这种方式它可以实现什么呢 它可以实现文件的 复制的操作 并且它对内型的操作 而内型的压力 相对来说较小 所以这种 留的读计方式 是可以的 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我们读和写 谁先谁后 谁快谁慢 这个我们说不准的 那么如果读取相对来说比较快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写入流血 如果写不过来的话 那么他这次他有些读到的数据 他会相对说 他会直接忽略掉丢失掉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考不过去的文件啊 就不完整了 不完整的文件 我们就打不开 它就是个错误的文件 这个时候 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我们用下面这种方式 来实现 把这个代码放开 我们看一下 下面的方式一样的 我这里先什么呢 引入两个 得到两个一个读取流 一个写入流 同样的方式 我在这个读取流上面绑定一个 数据 接受事件 当这个数据来的时候 我就知道 那么接受到这个数据了过后 我干什么呢 我就用这个write stream write的方法来读取 如果这里没读完 那我就干什么 我就直接什么 直接在读取流暂停 如果没写完 我就让读取流暂停 这里注意 这个write的方法 它返回是什么 返回是个boards 返回是个boards 如果它没读完 它就是force 它一直在写 它没写完 它就是force 它一直在写 只当写完过后 变成错过后 两个互相对来过后 那么干什么呢 这个时候 它会触发这个写入流事件的 DRIN 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 它又会什么呢 它又会触发这个函数 它又回到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 又让读取流 不断的又在读 也就是现在什么情况 就是读取流 读一段数据 读到这里面 写入流开始不断写 不断写 不断写 没写完的话 这读取流它一直暂停在那里 一直暂停在那里 不让它读 那么当这个 这个写入流 写完了过后 那么它会出了什么事件 它会出了写入流这个事件 DRIN 这个事件 又提醒读取流 你去读取数据 调用读取流这个方法 那么读取流 又开始读取数据 那么它又不断不断的从这个文件 不断的把数据 往这个类型里面读 读了读 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那么这个写入流就开始写 写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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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又叫它读 这样不断的反复来回来回几次 它总会把这个文件里面的数据 全部写入到这个文件里面去 那么这样就实现了文件的拷贝了 这样也不会存在 刚才我们上次上面说的这种问题 就是如果一个快一个慢 那么它可能会丢失一些数据 可能会丢失一些数据 当然最后 这个读取流 我们还在绑了一个n的实践 把这个写入流关闭掉 关闭这个写入流 这样这个n的方法 就关闭掉了 那么这个是文件的读取 另外的方式 比较完善的方式 我们看一下这样的方式 有没有问题 把这个c.txt删掉 好,一样的运行 运行完成 我们看一下 c.txt 一样的把这个文件读取回来了 没问题 这是另外一种比较完善的一种方式 读取文件 那么还有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 这也是load.js帮我们提供的一种方式 就是通过管道的方式 这管道的方式是什么意思呢 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我在这里通过 在这个a文件上 假装我们这个a文件 这是b文件 我在a文件上 接一根管道 直接通向b文件 可以简单的形象这么理解 接通过后 这个里面 它的流 是会按照自动的方式 远远不断地往这个b文件里面读 不断地往这个b文件里面读 这种方式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它这个pipe 这个paypal 这是什么呢 这是管道的意思 就是把这个 原文件这个读取流 接上一个写入 目标文件这个 这个写入流 这样接上过后 它就会自动什么呢 自动用data时间和under时间 那实现那个文件的读取了 所以说 接着方式 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种方式 到底能不能实现文件的读取呢 运行 运行完成 我们看一下 一样的把这个save文件 copy过来了 这就是文件读取 通过流的方式 来实现的 好 那么这里 讲到这里 我们这个文件系统模块 或者流的模块 基本上就完了 那么这节课 我们也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